中共迫害延伸至联合国难民部分致态法轮功学员联名致函川普,日前因逃避中共残酷迫害而逃离故土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联名致函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请求美国政府关注中共重金收买联合国难民机构,用不予安置的方式继续对信仰真、善, 忍得中国法轮功学员施加迫害的罪恶事实据吸气金在泰国没有一位2015年以后获得难民资格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得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安置 下面是致川普总统信函的全文,尊敬的川普总统阁下,这是一封来自流亡泰国的法轮功学员的请求信信件的联名者 均因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真、善、忍群体的灭绝是镇压不得已而逃离中国大陆并在联合国泰国难民署严格审查后,获得联合国难民署正式庇护的上百名合法难民 其中还包括16名少年儿童 我们首先要诚挚地感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坚定支持 多年来已接纳和安置数千名法轮功受难者 贵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持续关注和呼吁让我们感激万分 尊敬的阁下有关法轮功信仰团体 在中国大陆遭受严酷迫害的事实,相信您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这场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中,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家庭历经浩劫 据明慧往1999年7月20日至2017年11月不完 全统计至少已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2016年追查国际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共以群体灭绝方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人数十分惊人 而目前因躲避上述迫害,以各种方式逃亡泰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得到联合国机构的难民认证之后 却由于中共对联合国机构的渗透以及资金赞助方式的间接操控被迫滞留泰国 而且被明确告知没有安置的权利 迄今最长的滞留者,已经在泰国流亡六年以上的时间 与此同时泰国军政府出于对经济等层面的考量 在中共施压之下讨好中共,对持有联合国难民证的法轮功学员 肆意抓捕关押毫不顾忌国际舆论 由于泰国不承认联合国难民属认证的难民身份 今年3到6月共有7名法轮功学员被泰国警方抓捕 现在面临10月份的正式开庭 至今,仍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羁押在移民局居留所 目前的多个案例显示滞留在泰国的法轮功学员中 不少也经历了泰国方面的二次迫害 包括骚扰、拘禁、关押等泰国警方也多次承认 并辩解是中共大使馆直接干预的结果 此外由于泰国并未签署 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 以非法移民的对待方式 剥夺了法轮功学员受到难民庇护后 应享有的部分旋利 致使滞留在泰国的合法难民 不能正常工作来养家糊口 只能做吃山空生活 极其困难 仅能依靠亲朋好友的阶级 勉强维持生计艰辛度日 尊敬的阁下 2017年9月19日 阁下在联合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中说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到之处 都伴随着痛苦、毁坏和失败 表明了阁下对共产主义的痛恨 以及对炳什马克斯邪教里面的独裁政权 坚决反对的一贯立场 阁下在出任总统后 也多次表达了对专制政体打压 宗教信仰自由的关注 2018年7月24日 美国国务院主办的首届促进宗教自由 部长级会议在首都华盛顿开幕 面对40多个国家的外长和80多个国家的民间团体代表 美国副总统彭斯宣布了美国政府捍卫信仰自由的两项计划 应对群体灭绝及援助受害者计划 及全新的国际宗教自由基金项目 美国政府将承担领导者角色 汇聚前美及全球资源联合官方及民间力量保护宗教信仰者 彭斯先生还表示捍卫信仰自由 是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 据大纪元媒体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Sam Brownback 也在上述会议期间 表示为捍卫宗教自由 川普政府将采取具体行动 我们忠心 希望川普政府的重要任务 及其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对极权独裁政体迫害自由信仰者的行径 予以阻止彰显美国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 尊敬的阁下 促进宗教自由部长局会议 再次证明美国政府恒久信守的自由 民主理念维护着世界的正义与人权自由 全世界也为此震撼而感动 让数亿宗教信仰 这门看到了人类进步的曙光 我们也想就及此机会 向尊敬的阁下 请求恳请美国政府伸出援手 将早已获得联合国难民属难民认证 长期滞留在泰国而得不到安置的法轮功信仰者 纳入援助受害者计划 予以接纳并安置 我们将为此感谢美国政府 感谢你们 为了世界和平与自由信仰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们相信 川普总统如果能够考虑 我们的请求并付诸实施 势必获得国际社会的鼎力支持 让信仰自由之声 想撤全世界的同时 也势必让中共无神论的独裁统治 及其追随者感受到末日来临的压力 我们坚信不疑 美国正在采取具体行动 在执行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中 坚定捍卫信仰自由 部分滞留泰国的中国法轮功信仰者 2018年7月